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在星期六說 美國是在伊拉克政府拒絕給予駐伊拉克美軍起訴豁免權後 才作出在2011年年底前從伊拉克撤軍決定 馬利基說撤軍是根據時間表進行 並且雙方都有義務執行時間表 但因為豁免權問題 雙方就可能延長駐軍時間的談判最後破裂 他說伊拉克各個政治派系反對駐伊美軍不受伊拉克法律管轄的主張 美國曾要求給予留駐伊拉克幫助培訓和對抗鄰國伊朗影響的小部分美軍豁免權 目前有大約39,000名美軍仍然駐紮在伊拉克 在2008年高峰期間美軍在伊拉克人數高達165,000人 雖然出現這個僵局 但美國國務卿希拉利·克林頓在星期六說 美軍從伊拉克撤離並不會結束美國對伊拉克的承諾 正在訪問塔吉克斯坦的希拉利·克勒頓又說 撤軍標誌著華盛頓和巴格達的關係進入一個新階段 他說美國將繼續堅定不移地持續不斷地保持在該地區的影響